这个因为国会已经通过了 他可以 他可以 美国这个总统他可以不签 可是最后 国会还是力量还是大 因为总统的否决权没有那么强 所以现在就是说 拜登也讲了 该竞争的就竞争 那么该合作就合作 那所以这个部分本来 对华为对这些中心 美国就已经 施出了很多手段 不过这个作为的话就基本上 把华为中心里面刚讲 参加还有一个海康威视 做那个摄像头的 那这个他都把它 在美国市场把它封杀掉 那就看大陆会不会报复啊 对不对 那我想大概不会 不过美国这种做法其实损人不利己 因为美国本身不生产这些东西 他也没有 有这个有竞争力的 像美国的这个Bell Lab 在把ATNT啊什么这些啊 甚至这些啊 都没有在做这些电信设备 那事实上他就把市场 美国市场让给另外两家欧洲 一个Nokia 一个Ericsson 对 所以美国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 纯粹是针对中国大陆 是非常不友善的 不过我想他们在这些部分 我想已经把华为啊中芯啊 这个海康威视啊 当做一个国安威胁 所以他把它拉到国安层级 我想这一些事情 这一些措施的话 我想这个还不是最后一个 还会继续的 因为这个科技战 这个打科技战啊 这已经开打了 而且应该是开工没有回头路了 不过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现在也是勇于斗争嘛 对不对 可是该合作就合作 该斗争就合作 那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因为习近平去年就讲了 他讲说啊 就用毛泽东的话 就是说啊 怎么讲呢 这句话其实是名言啊 他说以斗争求和平 则和平存 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也就是说我今天 和平是啊 和平是我的目的 可是要达成和平 是要用斗争的方式去做 那你反过来说 美国现在也是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 大陆跟美国现在采取的做法都是一样 那么就是联合中有斗争 斗争中有联合 可是双方有利的时候呢 可能还是可以啊 坐下来谈 那因为国际政治 西方文化主导的就这样 中国文化不是这样 中国文化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常常就说 君子交绝不出二身 另外道不同不相为谋 中国文化也是非常有价值取向的 那在西方的话 他们就是有利益则和 有冲突则分 所以在他们是可以做 那可是现在的国际社会是一个 这种西方国家还是有很大力量的 对 所以我觉得 中国大陆从现实的外交的 这个 这个现实主义的 这种国际关系外交来讲 我想也是会一样的 就是毛泽东那句话 对不对 以斗争求和平 我基本上是希望跟你合作 可是我也可以用斗争方法 那同样的美国用这种方法 中国大陆也可以用 对自己有利的方法 因为现在美国现在的策略 就是打群架 那么川普的时候 他是 他等于是单挑 对不对 他对他的盟友一起修理 那时候日本 这个北约都被川普修理了 因为川普事实上就是 只有一个利益就是算钱 他觉得你占了我 你占了我好处 我就跟你要钱算清楚 所以川普是很清楚的 就是经济 就是搞钱 那拜登就是这些老派的 他想要搞这些串联 盟友一起来对付大陆 那我觉得就是说 看起来好像日本的配合度很高 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日本不配合是不行的 非配合美国不可 非配合美国 日本美国就是要来这边 来这边演习 日本敢说不吗 日本就是一个小弟嘛 日本的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 因为正常的国家 国内没有进驻这么大的外国军队 那事实上你看横须贺港 完全是美军在做 美军在用的 美军的人是美军协防 美军协防 它的这个雷根号 这个核子动力航母就停在 那个就停在里面 然后整个琉球 你看它这个几个 几个这个不管军事基地 那就是美国的土地 日本人没有什么自舵之处 你今天进了那个美军的话 美军基地的话 日本人在里面是外国人 美国人才是主人 所以日本在这个二次大战以后 这个体制啊 这个说这个安保体制下 我觉得日本根本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主动权 而且他我觉得 他就是只有配合着美国 这个调子在做 那日本会不会到最后 真的是想被拖进这一场战争 就说台海的战争 日本比美国跑的还前面 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日本人也是 也是老谋深算 日本人希望是谁跟谁打 日本人希望是美国跟大陆打起来 那日本就解脱他不正常的那个枷锁 对不对 美国也重创 对不对 中国大陆也重创 那日本才解脱那个二次大战 那个对他的束缚的结构 但是日本也躲不掉啊 日本当然躲得掉 怎么躲不掉 日本比较怕的就是说 被迫被拉进这场战争 一定会的 因为如果说美军用这个日本的基地 对台海进行干涉的话 那么这些基地的话 很可能变为攻击目标 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话 以日本的这个国力 他现在这个社会来讲的话 他社会并没有像美国社会那样子 对中国大陆是认为有制裁的必要 有制裁的能力 日本的大部分的产业界 对中国大陆市场是非常重视的 他都不愿意日本去伤害到大陆 跟他们跟大陆这个经贸的关系 那所以这个日本我觉得跟美国这些合作 我觉得后面都是美国的调子 美国在指挥 日本人就是那个交响乐团里面的 一个乐师而已 那到时候观点到最后是什么一个状况 都很难说 而且你看日本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岸田文雄任命的这个外向 那是很有趣的一个安排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 日本就是说 你这个所谓的四方会谈体制 就是在这个结构里面架构里面 日本会跟美国走 可是今天双边上跟中国大陆的 这种互动的话 我觉得会有改变 慢慢你就会看有百变 因为我始终认为 人就代表政策 用什么人就代表什么政策 这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对于外交您很熟悉 对人就代表政策 你用一个这样子背景的人 那个外交的讯息 你不能不接受他 对这些选手影响很大 这些选手花了很多钱 台湾的选手 因为台湾没有训练场地 都是花了大钱送到欧洲 美国去训练的 他也就等四年一次 你让他不参加的话 我想这几个选手会很 不过苏貞昌讲这话 就可以辞职下台了 那就表示他没有独立判断能力 他是哪一国的蜀国 他一定要让他的这个 宗主国做决定 他才能决定 因为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讲这话真的是 头壳有点问题 要不然他就应该说 要做很多事情 你不要看别人怎么做 自己就决定怎么做了 可见在国际事务上 他是一个根屁虫 就是一个根屁虫 是一个小咖 俗辣 这种心态上就这样 所以什么人讲什么话 我只是听到这话 我觉得他大概只会讲这种话 不过国际上事实上 以美国为首啦 大家都看美国怎么做啦 是 那美国现在做法的话 事实上是国会 几个带头 对 共和党就是米特朗尼 米特朗尼现在没舞台 他代表共和党 他也打不过这个 打不过这个 这个川普 他根本不是川普的对手 而且四年以后也没他的份 米特朗尼过去是 就是没有川普出来的时候 他好像呼声很高 那他现在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舞台 他就抓个舞台 所以在那边抵制东 以这个反中 作为他刷存在感的一个 一个舞台 那他不敢刷得太重 他是说外交制裁 什么叫外交制裁 运动员是要去的 因为他如果让运动员不去的话 他得罪很多人 那么厂商 这些已经拿到转播权了 他也不敢动 他动什么人 就是说美国政府人员 不准用公费去 那不管他自己掏交包 是可以去的 所以这个共和党 就是米特朗尼要提个法案 另外这个民主党就是佩洛西 佩洛西因为我以前提过 他以前在这个 在这个去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 那个在天安门 拉起一个布条 跟他几个同僚 当场就被公安人员 把他的布条扯掉 然后请他们就离开 所以他去跑到天安门出过这些事情 他就记仇很深 记到现在 所以难怪他会喊这么大声 记到八十几岁还在记 我觉得上一次G20的时候 两边没有交火 没有交火 习近平没有去 他是视讯的 那拜登在现场 双方没有这种 他有选择他们去 对他有讲这些 可是没有在很多的交火上面 那个拜登的那个指责 是在那个格拉斯哥 格拉斯哥的气候 气候变化 在G20看起来 双方是有节制的 美国也没有太多的 而且最后的这个共同生命里面 还呼吁大家好支持北京冬奥 所以我觉得那个气氛下 事实上如果要延续的话 可能可以延续到这个APEC 那当然北京 就是说G20这一次在 在罗马的会议的时候 是东道主是意大利 意大利人是花蝴蝶型的 都是面面俱到的 可是而且他们那一次 让在拍合照的时候 我记得让拜登站到最旁边去了 那是代表欧盟对美国 修理法国的不满 我都认为是这样 那可是也是用一种很 有艺术性的这种方式 来表达出 很有技巧表达出来了 那所以拜登在那个G20里面 没有占到什么优势 那APEC的话这次是纽西兰 那纽西兰事实上 可能抗压性会差一点 因为纽西兰是单杆一个 他虽然是五眼联盟 可是他走自己的道路 那我就不晓得美国 会愿意在这个场域里面 掀起一样什么样的一种气氛 可是说实话 你麦克风给他了 你也很难控制他 这就要看这个拜登 他评估这个场合 这个场合里面 倒是拜登比较能够 他怎么讲呢 对东协国家放话的一个机会 因为这个APEC里面的最大一个集团 是东协 他有十国 这个地方倒是拜登可能会着力的 那他可能会去借机挑拨一下 我想就是说东协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那其他的都在啦 其他的像日本啊韩国啊 还有这个智力啊 这些甚至俄罗斯也是APEC成员 那就要看拜登怎么看了 那不过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指标 因为就是说拜登怎么讲话 那么会影响到那么习拜会 到底是不是真的如这个外面所说的 11月15号就要展开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11月12号 我想它是一个温度计啦 可以来看一看到底有几度 这状况跟民进党的去中国话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这些国家原来都不是苏联的一部分 他都历史上他你像拉脱维亚 像这个立陶宛 他们以前在历史上比俄罗斯还强 对我是说他那个怎么接到也要改名啊 没有啊因为他有他自己的语言文字啊 他有他自己哈萨克族的语言啊 就是说自己语言啊 因为他们以前也是大帝国啊 只是说他被俄罗斯被强占了嘛 被并昏了嘛 所以不一样 乌斯培克曾经是帝国首都耶 对 对所以所以这些国家 他等于说他恢复他传统文化 那我们台湾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文化 我不晓得去什么中啊 对不对 台湾的文化 台湾在清朝统治222年 中间是被日本人抢去了55年 50年而已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华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充速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达成百万目标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共创2021的奇迹 按赞分享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